其實我在看《靈�之旅》之前 完全不知道這部在演什麼 只知道這是新乃城最新的電影 有一個女高中生 一個不知道實際年紀 但稍微成熟的小帥哥 還有一隻一看就知道不懷好意的可愛小貓咪 設定在一個有著怪獸電力公司的任意門的世界 看完電影後上網查了一下 才知道原來本片是新乃城醞釀多年的作品 並且這次要闡述的題材主旨也早已跟媒體透露了 看起來只有我這個還住在山洞裡的小猴子不知道這些資訊 不過也因此 在《靈�之旅》之前 完全不知道這部在演什麼 只知道這是新乃城最新的電影 有一個女高中生 一個不知道實際年紀 但稍微成熟的小帥哥 還有一隻一看就知道不懷好意的可愛小貓咪 設定在一個有著怪獸電力公司的任意門的世界 看完電影後上網查了一下 才知道原來本片是新乃城醞釀多年的作品 並且這次要闡述的題材主旨也早已跟媒體透露了 看起來只有我這個還住在山洞裡的小猴子不知道這些資訊 不過也因此 我得到了一個蠻驚喜的體驗 看到中後段時 我可以感受到這是一個很私人很親密 同時也相當大膽與誠懇的故事 從主角群到戲份不多的配角 每個人物都有很深刻的描繪 就算是功能性較強只有十幾分鐘戲份的角色 透過他們的人物設定以及巧妙的台詞安排 都可以很自然的感受到這個人以往的生活經歷過什麼 彷彿在電影開始之前 這個人還是有其他豐富的故事 不像新乃城前幾部作品 你對某些戲份較少的配角的記憶點 只剩一句話 像這位是會做炸彈 所以當劇情需要就會出現的炸彈男 然後這位你對他的記憶是不是只有胸部啊 對對對就是在說你給我老實一點不要騙我 電影前期運用輕快的節奏與特色十足的主角們 很快的就將觀眾帶入世界觀中 不過讓我覺得很好笑的是 當女主角林牙在鄉下遇上其他配角時 他們都很熱心幫忙 可能會提供她住的地方吃的東西 送你這個送你那個的 但是當林牙來到大城市並且遇到困難後 所有的路人都當作沒看到 還在背後對她冷嘲樂諷 這…這個安排應該是故意的吧 而這次新海城也大幅降低了 利用歌曲來鋪陳劇情的橋段 讓本片一直維持較為嚴肅真實的調性 所以當林牙之旅演到最後揭曉謎團 以及讓觀眾明白一路上看似零碎的故事 終於有了更大更具體的意義後 我不僅打從心裡感到佩服與震撼 以下的影片會涉及到劇情細節 以及一些你可能早就知道的設定 所以請自行斟酌觀賞 林牙之旅有著簡單好懂的奇幻設定 但在這些華麗壯觀的畫面下 其實都是為了講述日本地震的議題 更具體的是在講311大地震 首先本片令我最驚豔的 是故事一點都沒有在消費悲劇事件的感覺 我覺得這很難做到 不論創作者有沒有這個意圖 有涉及到死亡的真實事件 改編成的娛樂作品 儘管只是在小地方有處理的不夠成熟的時候 都會令我感到反感 感覺作品在隨意操弄觀眾的情懷 畢竟這些事情是真實發生的 我們早已對它們有一定的情感連結 要讓我們有情緒反應絕對是相當簡單的 有些更極端更不尊重真實事件的作品 的確就忍入到了不少粉絲 林牙之旅前期鋪陳著樸實簡單而真實的日常點滴 林牙一路上接觸到了各地不同的文化 各個形形色色的人們所過的不同的生活 而當林牙要念咒語來阻止災難發生時 身處於廢棄區域的她 必須要想像曾在這裡的人們所過的日常 每天所說的話語 我們稀為常而沒有特別珍惜的時光 這些曾經存在過的溫度 一開始不懂這個設定的我 看到最後時才恍然大悟 林牙之旅是在講述著天災所奪走的日常生活 林牙體會到了各地不同的風土民情後 她還得面對在當地曾受到傷害的地方 不像你的名字或天氣之子 本片林牙所擁有的能力 並無法真正的拯救到所有人 她只能做到不讓災情擴大的程度 發生過的天災早已發生 這不是我們可以選擇的 所以星海城也沒有給林牙做選擇的權利 她唯一能做到的選擇 只有讓自己的傷不再擴大 並學會放下 我很喜歡本片對於救贖的呈現 片中劇情時常提到的門後的世界 可能是十則首呆的地方 所以故事鋪陳的方向似乎是想引導觀眾去想說 林牙最後將會在那個世界 與銀311而上命的母親做道別 甚至在電影各處還有埋很多類似的伏筆 但最後她並沒有見到媽媽 而是與不同年紀的自己相見 這段彷彿在告訴觀眾 救贖始終是來自於自己 就算林牙有著特別的旅程 遇上了特別的人 得知了特殊力量的運用方式 但她還是改變不了自己真正想要改變的事 我好喜歡這種沉重但真實到有點過分的安排 林牙因失去家庭而被母親妹妹所收養 但一起生活了好多年後 兩人都還是認為會妨礙到彼此的人生 而產生了微妙的關係 所以在本片林牙與她阿姨吵架時 阿姨真的講了一些永遠都不該對小孩說的話 我很意外本片趕走得這麼遠 然後當兩人之後決定和好時 阿姨也表達說儘管吵架時說的話很難聽很過分 但她並不會簡單把它當成企劃帶過 而是承認這些都是她的真實想法 只是佔了她心中的很小部分 好成熟的故事安排阿 一般的動畫作品可能只會把角色間的吵架 當成說過頭的企劃 片尾兩人就會和好然後不把衝突當一回事 但林牙之旅不僅說了會造成永久傷害 家庭失和的嚴重話語 片中角色甚至不把話收回 我真的太喜歡了 說到最後 我不在乎片中那些絢麗花俏的設定 我們甚至可以坐下來花一整天的時間辯論故事漏洞 劇情需要而強硬的轉折 比方說為什麼這麼巧這些角色 剛好在這個指定地點與時間碰到面之類的 我可以理解這些事情 但這些都不是重點 因為我看到了新海城的用心與真誠 以及本片所要表達給觀眾的溫柔 你的名字擁有著天雷溝動地火 彷彿命中注定般可以改變歷史的愛情 天氣之子表達著愛本來就是自私的 沒有你我就活不下去的決心 林牙之旅講述著一位踏上旅程的少女 她失去了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 並在途中找到了飽含人情味的日常點滴 而在旅程的結尾也找回了自己 阿翔 按讚 www.signal.co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